所謂的間諜案 其實它所牽涉的不只是臺灣 還牽涉到其他國家 更顯得這個案子 我們要來嚴肅神聖的面對 所以我們已經啟動我們的調查程序 也會跟其他國家來進行 我倒是要呼籲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是要嚴肅面對的案子 我們也不要在這個階段下評斷 等我們整個調查完整以後 在完整的事實基礎之上 我們再來做評斷 更不要以中國的說法下評斷 在這個階段都是不需要的 我也希望我們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也要支持我們的相關單位 所精進的後續的調查 怎麼看那個韓國瑜 柯文說他不是落袍 是跟高雄的君子 我相信他不是落袍 他不是說還要去賣手搖引嗎 我相信高雄的民眾 尤其是去年投票給他的人 心裡都有他們自己的判斷和感受 韓市長常說人家抹黑他 可是他每一次隨口批評別人 或者是指控別人 他自己其實也有某一種程度 他也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發言人 至於現在很多批評韓市長 其實也都是因為他有一些言行 引起爭議 所以才有這些批評 所以我在這裡 我要倒是要說了 我們NCC 的程序 是要發動 必須要有人檢舉相關的資訊 然後去投訴 他才會發動 我們在過去也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覺得被抹黑 或者是被不實的消息影響的時候 我們也都是檢舉相關的市政 請NCC進行調查 同樣的道理 如果韓市長覺得有什麼樣的事情 NCC應該要發動調查 他也可以檢舉市政 總統可以講一下對香港選舉的看法嗎 昨天我們看到香港的選舉 出來投票的人很多 那我們也樂見 就是說香港的人民 願意走出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然後參與民主的過程 那我們也希望這次選舉的結果被尊重 那也更希望香港可以繼續加油 在持續的往民主的道路上前進